规模都比他大 养觉的经验也比他丰富 是咱们的精神打动了他们 啥精神啊 还不是你吗 一听说这事 连买牛再盖牛棚 呼啦叫就整起来了 他们说从中看到了你们 脱贫的决心和紧迫感 还有就是做事果决迅速 说这正和他们的企业理念相够的合 所以呢 咱们是他们最理想的合作伙伴 现在小了点没关系嘛 以后共同发展壮大嘛 刘迅哥 范李啊 你说保护那儿建了一个大棚 有四十头牛 就一个防疫员 那规模连你一半都不如 可是我这儿虽然是养殖合作社 但毕竟是个体经营的 你们搞潮那是集体经济 我怎么能竞争过他呀 问题就在这儿 我跟你说老李 你是有所不知 保风这件事情会出大篓子 出大篓子 哥 手续办了吗 啥手续啊 你不是你们搞机体经济 等于那个像上级申请资金吗 这听说挺麻烦的 什么 什么四亿 什么四亿什么 两公开 四亿两公开 人家特意地问这事了 说必须明确是集体经济 还是个体经营 如果是集体经济的话 必须把手续办前回 不然的话这以后麻烦事多去了 这又是先有鸡和先有蛋的问题啊 你说我是先办手续呢 还是签签合同吗 我要是先办了手续吧 合同签不下来 不就把我晾点了吗 所以呀 我还是先签合同 最后再补手续 明白不 明白这叫啥不 啥呀 整改 那既然能整改 他也没错 这就是关键点 你手续批不下来 上面集体资金不发给你 你说买牛啊 该牛棚的钱从哪儿出啊 你说是不是 买牛 这小子会有钱啊 听说他那旗邮厂可没有扔 就是他自己的钱 拿着嘎啥的公章 来跟别人签合同 你以为这里没毛逆啊 骗诡计吧 对 这里边要坐在手绕 那缝可倒了去了